画面中可以看到深夜时分 已经有些许民众在台湾银行 卢州分行前坐着排队 后方还看到有30到40张板凳 沿着队伍摆放卡位 为的就是央行发行的 限量龙年纪念套币 将在22号早上9点 开放于台湾银行各分行临归购买 有的民众前一天下午2点半就来卡位 带你来听一段访问 还没3点就来2点半 2点半 哪里呢 5 6点半 这回龙年生肖纪念毕宫发行9万套 网络申购及零归购买各配售45000套 网络申购则是在1月8号早上10点开买 当天下午就完售 至于零归购买每人每次限购两套 想多买可以重复排队 不过各分行都一再提醒 墙上也有贴出公告 不可用椅子 纸箱等物品排队 不过现场却还是出现许多卡位乱象 台湾则表示将会视为无效排队